赤阿嘎与李贝结婚后 遇到两个可爱儿子 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家庭生活日常 而在最新的影片中 李贝特别趁着赤阿嘎不在家 要来寻找他的私房钱 李贝因为知道对方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 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待在书房里面 所以他就决定先到书房寻找 没想到随便一番 就发现赤阿嘎真的把钱放在书桌抽屉 而且当李贝拿出钱时 赤阿嘎还刚好从外面走回来 硬笑说这哪是私房钱 这就是我的钱啊 也没多少钱三万而已 这只是生活开销啦 偶其制的赤阿嘎也趁乱 对大家突袭李贝的抽屉 似乎想借此转换话题 让粉丝快乐纷纷笑说 夫妻俩的互动太可爱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